1934年10月7日,一个连门牙都没了的乞丐,在六个昼夜的艰难跋涉后,终于顺利地来到了瑞金地区。 之后,当这个人遇见一名红军战士时,他一下就瘫倒在了地上,并使出了全身的力气,说着要见周副主席。 原来,这个乞丐是潜伏在国军内部的红色特工,当年和周总理一起奋战在上海一线的项羽年。 在几番周折之后,项羽年终于见到了当时的周总理,然后他颤颤巍巍地从口袋中掏出了一份绝密情报,紧绷的身体瞬间瘫软了下去。 在项羽年送来情报的三天后,也就是10月10日那天,中央红军正式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。 是什么样的绝密情报能让项羽年不惜敲掉门牙,假扮气概,也要送到周总理的手中。 接下来,让我们回顾历史,一探究竟。 1933年下半年,蒋介石纠集了百万余部队,对江西一带的根据地进行了第五次围剿。 为了确保这次行动的成功,蒋介石还专门请来了德国的军事顾问,准备使用两种全新的战术,对红军的根据地进行逐个突破。 在之后大约一年的战斗中,国军冲破了红军的外围防线,然后紧急加派了31个师几十万的兵力,准备抓住机会彻底消灭红军主力。 在这段时间里,国军部队每拿下一个战略要地,就会紧急修筑大量的堡垒等防御攻势,然后再使用飞机大炮破坏我军阵地,以达到逐步蚕食的目的。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,截至1934年10月的时候,国军就已经在江西一带修筑了近一万五千座堡垒了。 在国军近乎车轮战的境况下,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,当时部队只有不到十万的兵力,严重缺乏粮食和武器弹药等物资,并且部队在每次战斗中的伤亡极为惨重。 再加上战士们在错误的指挥下,想把敌人硬挡在根据地之外,这再次加剧了部队的伤亡。 如果再不做出行动改变战法,红军很有可能会在这里全军覆没。 时间来到了1934年九变,蒋介石为了进行最后的战斗,他和一众德国顾问在庐山召开了会议,在这之后策划了一个铁桶计划,决心让红军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 蒋介石准备使用共约150多万人的部队,配合自己的空军力量,将红军包围消灭在瑞金。 为了解决红军可能会突围的问题,他还特意动用了约1000辆卡车用来运输部队,以更好地进行机动作战。 为了不让我军首长获悉此次作战行动,蒋介石还调派12个师的兵力,在包围圈尚未完成前与红军纠缠,让大部队获得更多的集结时间。 这次是下定了决心要在来年一月左右结束战斗。 蒋介石为了防止这个绝密计划外泄,他下令在有关的电报上加上了绝密字样,并且还给每一份文件都加上了编号,有关人员也只能根据编号获取文件。 蒋介石对这次的计划充满了信心,认为能不能消灭红军就看这一仗了。 可是让他怎么都想不到的是,这个绝密且庞大的计划在他的会议结束之后,就毫无遗漏地出现在了我党同志的手中,并且在第一时间送去了瑞金。 而把这份关乎秘密的情报拿到手的,就是不久前才被蒋介石重用的红色特工莫雄。 莫雄在北伐战争中就被蒋介石看中了,并且在北伐之前莫雄还救过蒋介石的命,这就让蒋介石对他颇有好感。 1927年10月的时候,莫雄成为了张发奎首相的团长,但在之后的越贵战争中,张发奎并没能战胜蒋介石,所以莫雄在后来也只能在上海隐居起来。 1930年底的时候,莫雄结识了宋子文,经他的介绍加入了国军内部。 在这段时间里,莫雄还在刘亚佛的引荐下,认识了项比年等一众我党同志,还和上海特科取得了联络,他的思想也在一点一点发生着转变。 等到了918事变爆发之后,莫雄对于蒋介石的做法极为不满,他也就是从那开始更加倾向于我党,并且对后来的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支持。 1933年10月的时候,蒋介石正在为之前围剿的失败着急上火,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莫雄,于是就给他德安地区保安司令一职,并且为了能让莫雄获得蒋介石更多的信任,红军部队多次配合他的部队进行战斗,每一次我军都是不出意外的惨败而归。 蒋介石在这期间也多次加奖莫雄,直到后来让他破格参加了当时在庐山的会议。 在会议结束之后,已是深夜,莫雄感觉蒋介石的计划一旦顺利实施,那么红军将会面临灭顶之餐。 于是他紧急会见了项羽莲等人,并拿出了从庐山带来的相关文件。 众人这时都感觉事态紧急,因为这关乎红军接下来的秘密,需要立即把情报送去瑞金。 之后项羽莲先是扮成了教书先生,不过因为瑞金周围封锁吉言,所以凭借这个身份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。 思来想去后,他决定假扮乞丐,并且为了能自己伪装得天衣无缝,他硬是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,顺利地将情报送到了周总理手上。 最后,在1934年10月10日,红军主力部队开始了突围作战,等蒋介石将部队送到瑞金之后,发现那里早已是空无一人了。